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一次介绍的是铁马金刚的差不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卡片 哦 这个是什么 啊 之前也有这个卡片吗 可能是我没注意啊 你看有验证委赢化费 OK 我们可以把这个房伪标志这个图层刮开以后 这个验证码呢 我们就可以登录到他们的这个官网上 然后就可以兑换这个话费了 有元气奖还有至尊奖 我觉得差不多应该都是五块钱的吧 或者是没有钱的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犀牛金刚是不是 它叫犀牛金刚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大 很大似的啊 那我们来把它的这个卡片先拿下来啊 我怎么感觉同样是6.5寸 它就会看上去显得很大呢 看这个是机甲卡 它的机甲卡 然后这边还有它的武器 我要先拿下来 否则的话又像上次一样 我将它的武器忘到了这个包装的盒子里边 就糟糕了 我们看看这个武器 哇 看起来好笨重呢 不过这个还不是 这个还是很轻啊 这个是塑料做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犀牛金刚的解放时间啦 哎呀哎呀 哇 好了 他他的腿部也有啊 我没有看到 差一点就弄坏掉了 嗯 嗯 啊 他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小绳子在腰部 哇 这会已经完全可以拿下来了 然后我们还要将这个也拿下来啊 把这个上面都沾到了这个胶 透明胶的胶 所以黏黏的 哇 哇这个也黏黏的啊 好黏手啊 哎呀 嗯 那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犀牛金刚 哇 他的这个轮子好像比较大比较粗啊 嗯 我们来看看他的头 头部 头部 头部为什么给我的感觉是歪歪的 不是很正 是我的错觉吗 可是头部不能动啊 可能头部就只有这样了 是不是 感觉像是在看斜下方的感觉 哦 这回可以看清楚了啊 哦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 你站好站好站好 站好 为什么他一直是歪歪的 总总体上看为什么是斜的呢 嗯 站好 好像 也没有变得很外 可能是有一点点斜啊 你们看他的这个身体部分是可以啊 是可以稍微转动一下啊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啊 啊 我给你们换一个角度看吧 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你们可能看的也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 我来换一个角度吧 那我们这个犀牛金刚的刚才拿下来的这两个部分呢 是要放到这个后边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后边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小连接处啊 是要放到这个圆形孔内的 刚才呢 我试着放了一个真的是超级不容易超级紧啊 所以呢 这个呢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放上去 那么一会儿呢 我估计我要用好大的力气才可以将它和好放好 你看啊 所以呢 哎呀 这个犀牛金刚如果每一款都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不建议你们买这个犀牛金刚 虽然它看起来很大 你看我现在将它 因为为什么呀 如果你们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黑色的部分实在是特别大 然后呢 就导致它不会很轻易的进到那个圆孔里边 所以它永远是有一个这样缝隙的 刚才我真的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那个左边的部分放进去 啊 好像我的力气特别小啊 我现在要自己去借助一些工具了 马上回来 我虽然借助了一些其他的外力 可是还是没有将它和上 因为我还不会不敢使用锤子之类的铁制品 因为这个是塑料的 如果我一锤下去的话 它就会裂开碎掉了 所以呢 这个只能暂时这样了 我的手刚才已经因为它完全红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只要就看一下它的正面吧 你们感觉不感觉它永远是一个像斜前方看的一个头部 然后肩膀的高度好像也有一点点不一样呢 是这么一个犀牛金刚 我们将它的武器放到手上吧 哇 你们看 如果它手里拿一个武器的话 还是蛮帅的嘛 嗯 哈哈 我是犀牛金刚 犀牛金刚 它变成车的形态 当然肯定有一个犀牛头 对不对 就是这个犀牛头部 那么一会儿我们来 组合看一下 嗯 这个 这个前面这个真的是超级抢镜头啊 只看到它了都没有看到我们的金刚 这个后面的部分呢 是我刚才已经放上了 好像一个小尾巴呀 那我们来看看它要怎么组合啊 哎呀 嗯 组合的第一步呢 我们就要先 它的手臂这个部分挺有意思啊 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地方 看到了吧 我们要将它的这个手臂的部分收进去 然后扣下 同样这边也是啊 你们看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小门 然后呢 然后呢 将它手臂放进去以后 盖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不到这个犀牛金刚的手 的部分 然后我们将它的轮子的部分呢 放到这个胸前啊 放到胸前以前呢 我们先将它的头部扣住 嗯 那么你看 现在犀牛这个头部的形态已经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将这个轮子啊 带有轮子的部分的手臂向前 嗯 挪到前边啊 这个肩上的机甲部分呢 我们可以暂时让它到上面去啊 你看现在两个轮子的部分 就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犀牛金刚的前边 然后呢 合好 这个很容易看 是不是 你看 这个肯定是后轮 这个肯定是前轮 两个轮子真的是超级酷哦 是不是 然后我们看看腿部要怎么处理啊 啊 如果这个是完全可以和好的话就完美了 实在是特别难啊 腿部呢 我们也是一样 先 给它 弄成一个一字形啊 弄成一个一字形 你看 它现在这个形态 就初步完成啊 你看 虽然它的腿部我还没有进行 再次收纳呢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初步的模型啊 然后腿部很简单了啊 我们可以 向 上旋转90度 大腿部分向上旋转90度啊 大腿部分 然后我们的小腿部分 再向后旋转90度 然后放到我们的 这个是什么呀 后边的部分就好了啊 放到后边的部分就好 然后将我们的腿部 打开 看看啊 然后呢 这个机甲部分我们放到前边 你们看 从后边看的话 可以完全看清 这个是摩托车的手把部分 这还有计速表 然后这个是做人的部分 对不对 很帅啊 哇哦 这个呢 完全就不需要一个摩托车的支架 对不对 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它的轮子来固定住啊 我们要将这个 还有看一下 我们要将这个固定的装置啊 固定的装置要放到旁边的这个小孔里来进行一个固定 在这里啊 在这个小孔里啊 进行一个固定 哎呀 OK 它已经固定好了 嗯 看现在这两边的已经固定好了 哇 这个已经开了 怎么办 轮子的还是合的比较严实的啊 主要是这个部分 主要是这个部分 特别难 要怎么办 没有办法 只能这样了 看看 这个是我们的犀牛形态的一个摩托车 哇 它的总体为什么有点偏移 有点像右边偏是不是 不过不影响它的帅气啊 啊 不过真的是我不建议买这款 如果真的是都像我这个一样 特别紧特别紧的话 小朋友们一定要跟父母说一声 让父母来帮助你们弄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犀牛形态 然后我们之前还有介绍了我们的三款 对不对 嗯 那么我们还是将它还原回我们的人的形态啊 哇 这个 我自认为我 我还是先放弃手臂的部分吧 啊 为什么每个地方都这么的难 这么的紧 啊 啊 啊 天呐 啊 完全 完全崩溃 它的这个地方 我刚才呢 有一个连接的一个固定部分 可是你固定的如果这么紧的话 我们要怎么拔出来 我们要拔出来了啊 哇 这个好像有点不容易拔出来呢 哦 不要坏掉 还好没有坏掉 还好还好 然后轮子的部分是不是 我们要打开 啊 天呐 我要借助一下剪刀的力量了 嗯 通过剪刀的力量可以了啊 我们先将腿部还原回来 那么腿部现在我已经还原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手臂的部分 要还原一下啊 那么就将它有轮子的部分向后旋转回去啊 这个被我给旋转掉 我们可以放上啊 不过没关系 你看这个圆的部分和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我们衔接的时候就特别好衔接 你看这样就可以放进去了 可是后面这个真的是不太好衔接啊 嗯 哦 哦 是这样对不对 是这样 肩部的肌 肩部的这个 肌甲我们放到前面 嗯 那么最后就是拿出我们的手臂 拿出我们的手 哇 这个 这个的设计的人有没有想过 我放进去以后我要怎么拿出来 还是吧 借用一下剪刀吧 这个小胖的力气可以完成吗 哇 我现在因为这个犀牛钢甲 手部的每一个部分都很疼 嗯 然后头部我们让它出来 哦 站住 你看看它你看看它 因为头部的原因它不看向正前方 我们永远感觉它不是看向镜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哦 对对对 我们可以测一下身体 那么呢 它就是在看镜头了 对不对 哇 犀牛钢甲 天哪 我就不多加品价了 不过也是很帅的啊 那我们今天的犀牛 犀牛钢甲 啊 我怎么又口误了 是犀牛金刚 啊 我要疯掉了 是犀牛金刚啊 我们今天的犀牛金刚的介绍呢 就到这里了 然后喜欢我们的小朋友们 一定要订阅魔力玩具学校哟 哎呦 最后你拿好你的武器 站好吧 哦 看好镜头 看镜头啦 看镜头 跟小朋友们说拜拜吧 小朋友们再见啦 拜拜